非语不忘费的早餐 我是大家老婆 民国109年6月8号星期一 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我会去挑书 选书 也希望邀到好的作者 或者说呢 导读的人 因为有很多的是翻译的出版品 或者作者不在台湾的 那我就得要找到适合的导读的人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可能你也听过也知道 这本书呢叫武汉封城日记 它是第一本有关于武汉 在封城期间的 就是说呢 实体的生活记录 因为人就在武汉被封了 那书写者呢叫做郭金 英文的书名呢 Diary of the Wuhan Lockdown 就是封城啊 那郭金是谁 他写的这样一个武汉封城日记呢 也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赞成的反对的 他分两个脉络 一个是说 你写的够不够全面 你写的武汉封城 怎么跟我在武汉封城的感觉不一样 好吧 这个呢 城市非常非常的大 林子大嘛 什么鸟都都有 你当然就有可能各种人呢 每个人呢 就是跟虾子摸象一样 大家摸到的位置不一样 想象都不一样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部分呢 是对于你郭金呢 在书写的内容里面呢 有没有呢 丑化了整个的 就是武汉的形象 丑化了整个的封城过程当中的 就官方的防疫的处理 这个对大陆来讲是很敏感的 他很容易就碰到了政治的敏感点 碰到了所谓的民族自尊心的部分 好 这本呢 郭金的武汉封城日记 跟之后呢 所引发的在大陆呢 更广泛的讨论的这个风暴的 就是那方方日记呢 大概呢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本的武汉的封城日记呢 可以帮助我们 在今天疫情稍微沉淀 武汉4月8号解封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呢 正常的生活 因为之前武汉呢 做了全城的 1100多万人的 全城的大筛检 大筛检完了之后呢 还是筛出了 190几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所以武汉接下去呢 其实还是有疫情要处理 但是回头去看 就武汉的封城 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事 郭金是谁 郭金的写完了之后 郭金看到了什么 能够对我们 有怎么样的启发 好这本武汉封城日记呢 联金出版社 联合报的这个出版 出版集团 那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中研院 台湾中研院的 民族学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彭仁玉 彭仁玉你在线上 在在 读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对不起 好 我已经讲了非常多的话了 把我大概的大概的理解的背景 都已经讲完了 来我们我们先来 先来先来从这本书 从郭金这个作者谈起 好那 彭仁玉是民族学研究所 我看到民族学研究所 他为什么找你来导读这本书 为什么 是这样子 因为出版社一开始在 想要宣传这本书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书里面 找到一个角度 是恰好是跟主持人刚刚说 就是从一个比较大的经济 还有甚至是从 政府 就是专家应该要怎么样 控制疫情的这样的角度 来看这次的 疫情的 扩散的情况 那因为郭金他其实在封城当天 就开始在他的脸书上面 就开始做记录 那因为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 郭金在11月 才刚刚搬到武汉 那他就日复一日的去这样做记录 那原金出版社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衰 就11月搬来 疫情已经在酝酿了 搬来没多久就被关在里面了 是是是 那他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一开始 因为疫情的消息 即使是在中国 都还是在管控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疫情已经开始逐渐爆发 那他搬到那边之后 然后是完全一个陌生的城市 然后是一个独居的状况 他是一个社工 那之所以你的 就是出版社会找我的原因 一开始他们是注意到这个 有社工跟心理背景的郭金 他是从这样子的疫情的爆发 会引起个个人或是集体的心理的冲击 甚至会造成创伤 所以他们希望找一个人 可以从创伤的角度来理解 这次疫情的对大众的影响 甚至是唐原的影响 那他们找上我之后才发现说 其实我之前就认识郭金 因为郭金就稍微介绍一下 这位女孩 她多长年轻 她现在才29岁 这么年轻 她29岁 然后她大学念的是社工系 那在社工系大学的时期 她就其实非常关注 中国底层的人民的生活的状况 劳工的条件 还有性别的议题 她自己是一个 对她是一个女权的社工 那大三她就已经开始参加 在中国 也许我们对中国的想象 是政府的管控非常 但是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民间的组织 在做公益性的倡议的活动 对的 对 那她大三就开始投入这样的 特别是性别方面的倡议 那她自己在毕业的时候 她找了低顺工作 其实就碰到了一个性别歧视的状况 就是因为她是女孩子 然后人家就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她 那她很勇敢 她就开始 她就是告那个单位 她就开始 就是做了一个中国的第一个 第一个就业的性别歧视的官司 那在女权组织 还有律师 就是有性别意识的律师的协助底下 她打赢这场官司 她打赢了 对她打赢了 那当然她的目的不是说 一定要取得这份工作 而是对于就业本身 在寻人 真人的条件底下 就已经限制了女性的 就是寻找工作的权益 那在那之后 她毕业之后呢 她很迅速的 就投入了这个 性别权益的倡议的工作 那她其实 就是 她还创了 一个叫做 074的热线 她刚好就是为了要 帮助在职场 受到性别歧视的女性 特别是女性 那我认识她的场合呢 是因为她 她自己在社工的场合里面 其实发现 就是这些在 不管是职场 或者是 或者是家庭里面 她也 非常关注家暴的状况 那她就发现说 这些受暴的妇女 或者是在职场上 受到歧视的人们 不管是 也不仅是女性 有可能是 因为是多元性别的关系 遭到歧视 那她发现 这些人 不只是在 法律上面需要协助 或者是一些自研整合 她发现 这些人的心理的冲击 也是需要被处理的 所以她开始 就是对 心理咨询 心理咨详 等治疗 有兴趣 那我刚好是 在一个人权的场合 我去演讲 讲到 提到政治暴力创伤 的场合 遇到她 后来我们有聊天 所以就认识了她 所以非常巧合 我自己也是在脸书上 看到她 在做这样的记录 在我同一个时间 联系的黄主编 黄树珍主编 也同样在观看着她 那时候还不认识黄主编 所以后来黄主编 跟我联系的时候 我就觉得 难过出版书 这个她的日记 是太好了 好 我们在讨论她的日记 内容之前的时候 因为你们在 因为那时候武汉 已经封城了 封城了之后 你们对于 郭金的发表日记 你们也都透过 网络上面看 网络上面除了看 第一个就是说 你那个时候开始看到 她开始写 她从1月23号开始写 这本书 你们只记录到 3月初 1号 但是她之后还继续写的 对了还好啦 就是说因为3月1号 那个时候 主要的疫情 大概3月初 大概也都已经都确定了 就是3月之后的 疫情的变化就不大 就是后续的 都是医疗体系的处理了 就是疫情 就已经被冻在那个地方 就8万多人 反正就8万多人 大概就在那里 好 但是你再看 第一个就是说 在网络的气氛上面 我倒是没有 虽然我大概每天 都会在大陆的几个官网 微博 今日头条 我会看一看 看看他们在讨论什么 看看今天 他们最热门的 就像他们的热搜版 一样 知道一下大陆的普遍 有几亿人会参与 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但是我没有去注意 郭金的日记 好 那郭金的日记 你在网络上看的时候 第一个 你看到了什么 你看的是什么感觉 第一个 网络的舆论 对郭金的日记 是什么态度 一开始 一开始郭金在撰写日记的时候 纯粹就是 因为他刚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然后就发生了那么大一件事 然后他一开始撰写是希望 其实是要处理他自己的心情的冲击 那所以他就开始把那天当天开始封城了 然后他自己的恐慌 他自己做自我的观察 然后呢 但是因为他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其实虽然知道封城的讯息 可是那时候其实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有 就是完全封闭的这个措施 然后他就开始出门 他想要知道其他人怎么生活 比方店铺是不是开 然后呢 还有各个阶层的劳工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冲击 还有邻居怎么想办法在这个封城的情况底下 就是维持基本的生活 那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的动机 真的就是为了要解决他自己的 开始那个绝望跟不确定的感觉 那后来日复一日呢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的 他人的处境非常敏感的一个人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 他在撰写日记的时候 首先眼睛除了一个是往内 他观察他自己的状态 然后他同时也往外 他看他的邻居们怎么处理这样子的疫情 然后他也去店铺 他看到在开店铺 工作人员他们怎么样想办法 比方说因为货物可能会没有办法再进来 然后加上的东西可能会被人家抢光 然后他想办法去记录 就是人们在这种不确定性跟恐慌的情况底下 怎么样想办法维持基本的控制感 跟试图安顿自己 那结果没想到他就一天一天的就记录了下来 那当中呢他其实有讲到 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说 其实就像我刚刚主持人说 中国好像是一个在言论自由上面管控很强的一个状态 可是实际上当国家机器的监控还没有到一些个别的人 就是说如果是个别的人 他的言论还没有被官方关注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那所以他就跟 他就开始在微信上发 因为他第一篇 他开始没有想到他第一篇一发出去 就有了五千次的转发 然后有一万多个人按赞 那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影响会这么大 那因为他做这样记录之后 他的朋友就开始跟他说 你得每天的记录下来 就鼓励他这样的专写 那然后他第二天就也写了 可是他第二天发的时候 马上就发现他的赞的人数降低 而且转发就是只变四五十篇 一开始他还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写作者 所以我写的东西结果没有人有兴趣 那后来他才发现 其实是因为他第一天流量太大了 那当这个本来官方没有关注的人 突然他受到关注了以后 其实官方就会去 就会去locate这个人 到底在写什么 然后才发现他其实是 因为流量管控的关系 很多人其实在等着看他的日记 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办法上网 因为没办法看见 郭金这个人 可能我之所以觉得这本武汉封城日记 值得大家看就是说 他比较不会直接掉进那种 就是说到底你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没有夸大 有没有道听途说 那有没有就是说什么泄漏 就是一些被隐匿的疫情 你可以不用直接掉到这里面 因为他的训练以及 我想我想跟这个作者的个性 跟关怀有关 他会把你带进一个呢 就是说被迫生活秩序 被迫打乱 被迫停止 大家集体停机 停机又有安全的问题 停机还不是放假 停机又有安全问题 人不能够出门 得要关在家里面 所有的生活的步调 重新的调整 你的物资是被配置的 你出门的时候必须戴口罩 而且是必要先申请被管控的 跟人之间的 就是说face to face的接触 几乎全部暂停 他会去探索 就是说这个对一个 对一个城市 对一个社区 或者对人的心里面的影响 当他现在一篇一篇写下来的时候 在日记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 这日记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他能够观察到的人 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 不只是想办法去 维持基本生活 就是我们会看到 在日记里面看到 光是生活这两个字 突然变得它的重量 我们可能平常 因为现在我们都可以自由 在台湾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只要戴着口罩 可以坐公车 可以去工作的场合 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有感觉 那可是在那边 生活突然变得很困难 就是你可能连基本的物资 你可能连米饭 连非常基本的物资 可能搞不好都买不到 那所以几天之后 我们会看到他的日记里面 的确他有自己的恐慌 就是他的朋友就开始告诉他说 你应该要开始囤积食物了 然后他就开始囤积食物 然后另外他就发现说 我要维持基本生活 几乎是像一个人在做监牢一样 他在监牢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知道他的物资是有限的 然后他能够 他可能没有办法出门 那就是一开始 他还有一定的自由度 他甚至可以去江边 可以到马路上去看 比如说清津清洁的工作人员的工作状况 然后可是后来逐渐的 到2月11号就连出门都没有办法 那你就会看到说 他们连出门都没办法的时候 你连饮食啊 你连基本的那个生活的维持 都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2月11号 2月11号大概就是武汉的疫情的最高点了 是是是 最高点大概就出现 因为他他13号那2月13号那天是清零 就是就是把所有的一些不确定的案例 全部一次打出来 所以2月13号那天的增加了1万多个case 那在所以2月11号那天的 其实已经接近武汉的疫情的最高点 所以你会看到他为了要维持 他也开始必须要警觉到 他自己的生活的物资 可能是很会匮乏 那所以他就开始真的要自己想办法 比方一次出门买回那个食物之后 他要想办法把它切成 比方是他要开始决定 我今天到底要切成一个礼拜的分量 还是要切成两个礼拜的分量 因为你今天可以出门 你不晓得下次出门的是什么时候 因为你就必须要申请特别的通行证 你才有办法出门去买东西 或者是后来没办法出门的时候 他们就跟邻居一起团购 那可是团购的人一样 他他有就是必须要有身份限制 他才可以送货嘛 那这些不稳定性都会让这些邻居们 他就发现其实都会有两极的状况 在危难中呢 你会发现有个人他开始变得 就是那个应该是说在危机的状况里面 人性的善跟恶的极端都会出现 你会看到就是有人开始非常紧张 担心自己的生活受到限制 所以他会去抢食 但是你也会看到有人他就是愿意把他自己手上 比方说他今天你买的比较多了 他看到你没有了 他们在小区 他们叫小区 小社区里面就会开始自己会有群组 在网络上形成群组 然后去比方他问说你今天你是不是吃了盐啊 你家里是不是没有米了 我这边还有一些你要找过来拿等等 就是会看到人在这种危机的状况底下 他们还是会有连结跟分享的 那另外一个连结呢 就是他其实国际把它叫做违行的抗争 就是因为外在的控制管控造成了强大的失控感 以至于人们其实是想办法在网络上面 或在日常生活里面设法去寻求理容节 那他就跟朋友们 特别是跟女权社工在其他城市的朋友们呢 就为了要突破这个心理上的恐慌 他们就每天每天都聊天 然后聊的内容 他在日记里面都有记录啊 真的是天南地北啊 从小到真的就是比方 你要怎么维持你的身体健康啊 做哪些运动啊 可以用哪些网络的APP啊 大到国家大 甚至是国际的疫情的状况 就是你真的是从最微小的到最巨大的 然后甚至包括说在疫情当中 家暴的状况其实变得非常严重 我们在不同国家都看到这样的状况 在中国在欧洲 我们都有女权的团体去做这样的记录 就发现家暴的通报的数量 至少飙升了三倍以上 那那这些 这是我们在关注疫情不会注意到的 是是是 那他们特别还为了要 就是协助这些 因为被关在家里面 以至于平常就是出气包的这些受害者 在封城的状况里面其实更严重 他们就赶快插起了叫做反家暴小疫苗的网络活动 就是让这些家暴的受害者有办法 在封城的期间还能够寻求帮助 好其实这些 在在因为过去几个月里面的全球的新闻 几乎都集中在疫情 那在疫情本身以外的 因为疫情或者跟疫情有关的其他的新闻 几乎都被边缘化都被掩盖了 好那郭金的书写呢 会让大家看到就是说防疫的另外一面的代价 或者说的冲击 这些也都是在讨论生死 因为防疫的时候只有讨论生死的问题 我们也都不会注意到的 所以这本武汉封城日记 它的价值在于就是说 以后如果再有类似这种的情况呢 就是说集体软禁要发生 因为猝不及防 你连准备的机会都没有 他1月22号深夜呢 透露出这个讯息之后 马上的城市呢 就开始进行了全面的管控了 所以许多人呢 以为我要过年了 很多人都是准备要过年 因为25号大年初一 那天已经是小年夜了 这个年其实大家呢 真的是过的呢 就是五味杂陈 好那他所造成的这种的 心里面的冲击作息的大乱 毕竟因为他是瘟疫啊 瘟疫要控制瘟疫 只有一个手段 就是把人跟人的关系都切断 那都切断的时候怎么办 人终究是有联系的本能跟需要的 这本日记里面 我觉得你看字里行间里面 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在思索的是这个问题 那进广告 回头之后呢 我要继续透过连线呢 在访问 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彭仁玉仁玉你稍等进广告回头做几个 跟你聊 请稍等 在后一见 非得无法非得早餐 我是Denelo 好 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那我挑的这本书 武汉封城日记 武汉被lockdown 就是整个的城市呢 都被封锁起来 lockdown就封锁的意思 这个城市是 中国的 中国的四大城之一 五大城之一 也是 也是中国内陆第一大城 从中国如果把新疆西藏拿掉了之后呢 所谓的核心的中国 我们讲的内地的这个核心的区域 你把地图拿出来看的时候 武汉大概就是它的几何中心 它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呢 南来南来北往 或者呢 你从长江上游下来了之后 这么长的一条的大河的中间点 交汇点 水路的交汇点 这个城市无比重要 过去我们叫武汉山镇 现在呢就叫武汉 那主要是武昌汉口 好那 因为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在武汉呢 爆发 武汉呢 受创甚深 武汉呢 成为了全球 在描述跟理解了 这个叫COVID-19的 这个传染病的一个核心的代表 虽然武汉人也很受伤 因为当大家叫武汉肺炎的时候 都觉得好像自己被贴上了标签 武汉好像是个见不得人的字眼 武汉人急着呢 想要去洗刷这个标签 撕掉这个标签 不过终究全球在一个防疫的 疫情的恐惧里头 短时间之内呢 这种的气氛呢 不容易改变 可是到底在封城 因为封城从1月23号封 到4月8号呢 形式上面解封 到现在为止 也还没有完全的 就是说呢 恢复生活了 不过呢 光是呢 完全封锁的 那76天的时间呢 也够呛了 大家除了关注呢 武汉的疫情 说有没有隐匿疫情 虽然射了雷神山火神山 那武汉呢 是不是呢 会死掉非常非常多的人 对了 武汉受伤非常非常重 可是到底呢 武汉在封城期间 其他的这些呢 对于对于这样 这种史无前例的 1000多万人的 集体的软禁 的这种的封锁的形态 对于这个城市的影响 对于流行病管控的影响 是讨论比较多的 但是在心理层面呢 对于人心层面来讲的 讨论就很少了 我们刚提到 因为是疫情 那全世界 现在大家都知道 WHO也讲了 防疫最重要的 如果要成功 最重要的 把人跟人的关系都切断 就是呢 把这种的联系呢 要切断 还好现在呢 因为有网路 所以我们还可以有一些的 网路上的联系 可是呢实体的联系呢 终究被迫要中断 这个对于人 作为一种的动物的 动物性伤害是很大的 这部分的讨论呢 就非常少了 这本武汉封城日记的作者 郭金 因为他本身呢 这种就是说呢 社会学的这种的 社会科系社工的这个背景 让他在书写这段事情 尤其在大陆上面 做这方面的书写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了 武汉封城之后呢 不同的视角 好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呢 彭仁宇 仁宇呢 刚刚有提到一点了 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封城呢 对于人心的影响 大家会说 大陆可以 可以讨论吗 大陆可以书写吗 大陆可以详实的记录吗 大陆不是一个 一个言论非常不自由 然后呢 呃 这新闻呢 跟这个资讯 被高度管控的地方吗 不完全 就是我我只能够讲 就是大部分人对大陆的 就是说舆论的这个 就是说呢 流流动的方式是不了解的 大陆的网络是很活跃的 大陆的微博 大陆的这个大量的这种的 这种的新闻讨论的平台 其实很活跃 只要在关键字上面 不碰到一些政治的敏感 其实大部分的讨论 他都被许可 或者基本上面呢 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管 初期的时候 类似呢 郭金的这种的 这种讨论 甚至于很多对政府 抗议的文字 我在网络上都常常看到 好 但是呢 对疫情的核心的部分 有没有隐匿疫情 有没有隐匿死亡人数 这种的东西 是会被被管控的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回到 回到郭金的书写的部分 我们回到 郭金书写的重点 就是说到底这种的 集体的 一千多万人的 集体的软禁 对人心 对人际关系 会有什么影响 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 我必须要说 我非常同意郭金的观察 就是说他 因为他其实 观察中国社会 也不是疫情爆发 才开始的 那他早就已经观察到 中国其实是一个 的确是缺乏自由 跟过度管控的地方 那当然疫情的爆发 让这样子的管控 跟强迫人民 让出自由的状况 变得更严峻 只是把之前的这种 就是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那个张力 推到更 更严重的情况 那可是呢 他也观察到 就是一般的人民 其实是 我会把它说 像是平行世界 像刚刚主持人说 就是说 其实在微博上面 有很多对中国 批评的声音 那其实是一部分的人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 那是因为他们 可以书写 可是这些书写 一旦被中国官方 找到跟开始监视了以后 它就会消失 所以我们知道 有中国大量的网军 其实是在 而且是官方的网军 其实那就是 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那可是呢 另外平行世界 就是说 中国这几年来 不是这几年来 这二十 这三十年来 他们等于是取代了 台湾过去在 所谓的世界市场的 这样的地位 所以它有大批的 这个中产阶级 的形成 以至于 这中产阶级 大概有点像 我们在戒严的后期 在台湾戒严之后 这个七八年代的状况 一样 就是形成一个大的 就是在经济上面 相当的富裕 我们要说台湾人 台湾前沿脚目 其实非常类似 那样的状况 以至于 绝大部分中产阶级 的确是 顾自己的 生活的 负数 对啦 就每个人 都在追求 更好的生活 这件事情 取代了 其他的生活面上的追求 没错 那我们在 郭金的观察里面 就看到 他其实本来 就是一个 对于这样子的 经济的负数的表象 非常谨慎的一个人 那他往往看到 就是说 好像整体 经济负数的情况底下 可是总有 中下阶级的人 是被遗落的 那他自己的 日常生活 就是跟这些 被遗落的 下阶层的劳工们 还有 就是被压迫的弱势们 他的日常生活 本来就是跟这些 一起相处 所以他会看到 表象底下的 日常的真实 本来已经是 非常严峻 那在这样子的 严峻情况底下 其实 一旦疫情开始爆发 他们是最先 被牺牲了一圈 比方说 当口罩不够了 当 医疗资源不够了 这些 下阶层的 我们说百姓 就是他们是 第一个被牺牲的人 而他们的声音 没有人会听见 那以至于 当网络上面 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他们的资源 也相对缺乏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资源 也包括是文化的资本 那他们没有办法 透过任何的管道 去发声的时候 其实这批人的死亡 伤痰 都是没有人会去 哀悼的 我觉得郭敬 在他的日记里面 其实不断提醒 我们的也是这一点 就是说 不能够因为 就是说疫情 不能够作为 中共加深 对人民的 自由的剥夺的借口 那他里面讲到的 可是他里面 也给我们看到 就是人们在 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我刚刚有说嘛 就是违行的抗争 就包括在李文亮医师 我们知道一开始 他被当成是 所谓的 这个武汉肺炎的吹哨者 这位李文亮医师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 他不是第一位 第一位实际上 是他的同事 艾迪师 他才是第一位 把这个可能 就是有类似SARF的 疫情的案例出现的 其实是爱情医师 那他现在他也是 就我所知 他大概在 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 我们已经失踪了 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那当李文亮一样 李文亮过世的第二天 你就会发现 网络上有一群人开始 就是他们约好了 第二天的晚上九点钟 一起在窗口 点起一站灯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即使是连这样子的行动 对官方来说 都是不可以的 都不被允许 因为他就 他们主要是 他不只是控制你在 网络上面 发出来联论而已 他们 其实跟我们在台湾 白色恐怖的事情很像 就是光是这个人的思想 开始对政府有质疑的时候 他就要通 在积卵的阶段 就要把他杀死 那以至于呢 即使是这样子 在网络上的活动 都还 还是被盖台的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 网络上串联的消息 后来也是一一被取消 也是被逝临死 可是后来他 当天晚上他看到 很多的窗台 都还是点燃灯的时候 那个感动是 我们很难想象 那会是一种 什么样子的 彼此的救赎 在这样子的 前世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 其实他一直是两面的 在最维持的情况底下 我们 虽然会 其实创伤的最核心 我觉得在 这本日记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 疫情一旦爆发 为了要控管 其实政府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把人跟人的关系切断 而人们因为担心被感染 也会主动的去隔绝 彼此的关系 那要找一种 然后其实那个整个 创伤最核心的恰好 就是关系的斩断 因为关系一旦斩断 一个人如果是活在 他自己孤绝的状态里面 其实他的真实感 开始变得消失 他会不知道他的活 到底是在一种 什么样子的状态 他会担心他的 下一步也许他死都没有发现 或者是他 他连呼救的时候 我的声音发不出去 因为大家都其实现在都是 在一个丛林法则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是个人 顾自己的生命 没有余裕再去管别人 那其实是创伤最核心的来源 就是关系的斩断 那为了要抵抗这个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 在网络社群里面的 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 其实一直以来 都对中国的这种 网络的监控 其实很反感的人们 他们会开始想出一些 很温暖的方式 让彼此知道说 我们的连接还在 这个是非常非常疗愈的 好 当然我们也 也其实在 在封城期间 看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是 是 那他不只是医护人员的投入 还有许多来外地 冒着生命危险 因为那时候疫情 到底有多可怕 其实没有人知道 你有看到很多的温暖的举动 包括相互的帮助 相互的心理上的支持 外地的主动的投入 不只是物资人力的 那个都是很感人的 所以他一定会有两面了 但是郭金在讨论的 这件事情 其实是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有关于防疫这件事情 被讨论的不多的 尤其在大量的这种的传媒讯息的处理下面 几乎都绕着疫情 或者是疫情当中的政治口水比较多 或者经济讨论比较多 好 那郭金讨论的这种 在人因为怕死 然后被迫失去自由 这件事情到底对人的冲击有多大 未来我们如果在做这种防疫动作的时候 我们到底如何去补强这一块 还是说其实是无计可施的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在我们线上 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彭仁玉 请人玉 继续为大家导读这本武汉封城日记 请稍等 好 非常忙碍的早餐 我是Dano 来 今天我们导读这本的武汉封城日记 作者是郭金 他大概是在网络的讨论平台上面 有关于这一次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后 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封城这件事情 除了防疫当中的必要性 然后从防疫 纯粹从一个人命的 人命救援的角度来讲 这样的一个封城 到现在为止仍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整个疫情控制下来 禁锢归零 那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角度来讲 从一个肉体的这样的 一个健康安全的角度来讲 这个防疫的手段非常的猛 但是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可是他里面忽略的 就是说从心理层面来讲 这块一直没有 没有被研究被填补 好 那郭金的日记的书写 跟之后像方方日记的书写一样 他都引起了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讨论 那正反面的意见呢 都有 大家的几乎每个人呢 都可以呢 都可以呢 出声音 都可以去参与讨论 那方方啊 尤其是方方呢 被被检 检视的非常的严厉的 那郭金呢 很年轻 那他从一个一个社工的角度来讲呢 去书写去记录呢 就是说武汉封城 lockdown这件事情 对于人心 对人际的影响的冲击 可能是比疫情的防控来讲 更深远的 更久的 好 那我要问一下 在线上的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 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彭仁 那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那这似乎不可避免啊 那如果说 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 或者说在封城解封了之后 从一个社工 从一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讲 有什么事情是这个时候应该要做的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因为创伤的核心是关系的斩断 那其实疗愈的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让人产生连结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彼此还是在一起 其实非常的困难 那我觉得这个日记很重要的价值在于 它几乎是一个有点类似我们像心理人类学 里面的田野日志一样的 非常具细迷迷的把一个在武汉封城的期间 在以内部的观点 以实际在亲身体验的观点 去把就是现实的生活的困境记录下来 那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几乎也会觉得 它有点像是一个交战手册 就是未来 我当然希望不要 可是如果未来在其他城市 在发生这样的封城的状况的时候 人跟人们要怎么样想办法突破这个对彼此的恐惧 甚至是污名化 然后能够把连结能够串起来 那其实台湾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防疫小组 其实是有关切到我们的心理的层面 所以比方说像他们去 去在就是在做这个群聚的调查的时候 担心有群聚感染的调查 比方说像一些船 那个游艇 他们上去就是对游艇上面的 观光客做这个检疫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是有配置心理师的 我们在台湾其实有注意到这个 这样的状况 只是说点状的协助是一种 可是其实后续要怎么样帮助 这些就是曾经被迫要隔离的人们 我觉得后续的观察也很重要 那郭金他他其实到现在还继续在 努力做这件事情 那我会在这个书里面 跟他的网络上继续在撰写的文字呢 我就会看到一个像是过去 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一种复古的情怀 就是当然他非常清明的知道 中国的现状 对于人权啊 跟自由的压迫的天制 这种也很严峻 他是非常清明的 可是同时呢 他也不放弃行动的这个意志 跟尝试 这是我觉得这并书非常珍贵的地方 那我我觉得其实以后 如果再有类似这种 就是说非自愿的大规模的 这种的软禁要发生的时候 其实如何提供这种 万不得已要被迫失去自由 而且不知道失去多久的人 我不晓得这段期间里面 在武汉有没有足够的 而且而且比较有效有品质的 这种的网络的心理智商的专线 就是如果说能够有一些的心理智商 虽然聊胜于无了 他不可能完全取代生活当中的需求 可是聊胜于无的能够提供这种 除了肉体的疾病的染病的恐惧之外 那种心理的恐惧 能够透过这种网络的心理智商 能够多一点的宣泄 多一点的引导 他或许是未来可以思考的方向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这种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虽然你会说 那这不常发生 几十年遇到一次 不知道以后这种的疫情 都多久会来一次不晓得 但是封城所造成的社会心理的冲击 是这次武汉封城之后 我觉得因为他的样本够大 而且封的够彻底 所以他所留下来的社会心理方面 可以探讨的这个 我觉得价值就蛮高的 好 今天的这本书 那武汉封城日记 联金出版 那作者呢 是在武汉封城期间 被封在武汉里头的郭金 现场呢 线上为大家做导读的中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彭仁宇 仁宇感谢 感谢 谢谢您 谢谢 好 下回呢 再麻烦 感谢导读 来 我们要进广告 书呢 大家自己找来看 广告回头做新闻 请不吝点赞订阅